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有聞必答 這節嘉賓請來Stanley,跟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股票問題 Stanley,你好 提提大家關於證股問題,歡迎帶來280-465-66 或是電郵到ASK-FBS-CHANNEL.COM 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今天由優小姐打給我們 優小姐,你好 兩位優小姐,你好 早安 早安 Stanley,我昨天有位觀眾問你,想入他們的騰訊 你竟然不會入錢,是嗎 但是我昨天下午是141元入了 入了之後,跌均141元,去到最低140元來2號錢 好了,到今早又反彈回來,因為新製暫停 看見那個勢不太對,我就哭了,之後有些微賺 我想問一問Stanley,如果這個騰訊回落什麼位置 可以馬得安心嗎 是,優小姐,你打算是短線還是 我都沒有所謂 OK 當然,大前提是,市現在跌好了嗎 我自己看法是比較審慎 雖然大市現在升上來 但是我擔心下星期,當我們出了一些數據出來 不太理想的話 都可能機會有些比較大的震盪 所以,騰訊也是我愛過 我都想去得盡一些私心 我都想去跌多些,因為我都想再加住 但是,在138樓下,有沒有機會見這些位置 如果有的話,到處才買 我覺得這些位置買的話,相對比較安全 但是,即使你入市也好 我都會建議分駐去買 現在這些市況,不是說一注就想下去 這個做法,似乎現在這些市況就不太好 所以,138樓下,你可以分駐去買騰訊 Stan,你如果138樓下吸納的話 短線又可以看什麼位置 中長線,你又是想想去哪個位置 剛才提及到,短線我就不太建議 因為短線的話,騰訊我覺得 當然可以彈很多 但是,短線我就真的沒有特別意見 但是,如果以一個可能中線的看 可能來說,大概是三個月以上的時間去看 當然,大前提的市況是要在下半年 甚至之後可能有些改善 我自己的看法,似乎大市 頭半年都可能不太理想 但是,下半年可能有一些叫轉機 所以,如果要買騰訊 現在買騰訊的話,都可能在下半年才收割 下半年的時間,你說去前高位的 158、160這些位置 我覺得機會都是比較大的 所以,暫時來計可能 優小姐可以等等,給點耐性 一生日拿下的時間,才分調去買 好啊,優小姐還有其他股份的問題嗎 我想請問,Sandy呢 平保和人壽 你給我選其中一隻和哪位買呢 麻煩你 都是現在想買,但都是想短中短長 短長都沒有所謂 明白 好啊,2628現在做22.65 今天升幅矮近百分之 2318升幅比較窄 升百分之0.3 最新報38.1 昨天,人壽創了新低 是呀 哪一隻可以考慮? 你說兩隻的基本面 都是2318比較清先 因為基本上,如果以回 我剛剛說走勢方面都是 你看看圖,你見得到的 2318,雖然走勢方面 這陣子都是比較差 但是至少 沒有看到,創了一個近年的低位 叫做一年的低位 但相反 平易人壽,你會見得到的 基本上,昨天都跌到比較 都幾利害下 沒錯 所以,你論走勢去看的話 都似乎2318比較好一點 而且,基本上都是 因為人壽似乎 你回到上年第三季打後的時間 基本上你見得到 公布出來的數字 都已經轉差了 平保呢,還保持得到 所以你要選擇買的話 我想都是選擇平保 但這些價位買 我覺得也是等等 還有,可能我對於今年的時間 對於中資金融股的看法 是比較審慎的 因為我想我對A股的大勢 上半年都是看得不太樂觀 所以你要買貨的話 這一隻反而我都會建議 都是365、36元為止的時間 才部署,買都不遲 但這兩隻,其實短線部署 會不會都可以補一個反彈 短線都難一點 雖然你可以說 A股反彈一點 起碼即市也會有彈 還有,我自己都預期 在這兩天的假期的時間 似乎有機會人口會出招 但不要忘記 這幾天還有一些變數存在著 是什麼變數呢 第一,人民幣匯率的走勢 依然是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其次是說 內地方面 會公布很多的 就有些經濟數據出來 這些數據的好壞 都似乎令到大家 可能對經濟的擔憂 也會有一個比較重視 所以暫時來算 如果A股真的升不起的話 我都擔心這一類的中資金融股 都將是壞股 所以暫時來說 都是口底才買 明白,好 多謝柳小姐的查詢 我聽聽另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是有胡小姐 胡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 我的月六百度 五個三日 我想問一下 現在這個價位是否價錢 還有我想問多兩隻 7、6、2 我11萬元 昨天看到跌到 600.6元 今天它升幅 我想問一下 這隻可不可以買更多 好,7、6、2 明白 這兩隻是嗎 我們先回答268 我問到1隻300 你先說哪隻 問到308 什麼價位可以買更多 好 先看看268 今天升超過2 3個1號 7 可不可以繼續去加注 五個多有貨 其實你說 如果以軟件板塊 今年的看法 我都是正面的 但這一輪的走勢 是轉軟了 如果你要選擇 這個軟件板塊的話 我都是那句 我都是不選擇268 我選擇354 雖然兩隻走勢差不多 業務上有些分別 我覺得354的情況 比較好少少 而且354的圖 相比之下 其實挺容易足 我想 甚至乎 你可以說軟件股 這些板塊 走勢挺容易足 當然 你看到頭 你看到 兩個四兩個半 這些位置 都是一個挺大的支持位 所以大前提 就是 如果你現在要買一些 軟件股的話 你以回大概是兩個四兩個半 就是以這隻來算 這些位置做一個支持位 那你剛剛的268 其實也是 你見到大概是兩個四 兩個半 這些位置做一個很大的支持位 所以如果你現價去看的話 這些價格你買不買好 我都會建議你等等 可能三元留下的時間 你考慮一下就可以部署一下 但怎樣都好 一定要以兩個半 位置做一個叫做設施位 而上網的空間 這些其實比較多些 但是 既然你現在有貨的話 你怎樣做好 我會建議你三元留下 可能加多住 變成可能混淡成本價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之後他的股價 大概是四元 這些位置的時間 突破不了這些位置 還沒有先沽 明白 另外就是想問762 762很可惜 昨天低位就沽了 現在就8.89 他11元有貨 他想再吸納 今天反彈了很多 4% 升了那麼多上來 還建不建議這個位置 我又不要建議 其實你可以說 電訊股裡面 這一隻都 似乎都還有比較多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這一隻聯空 一來業務的發展 似乎也不算很理想 而且 剛才提及到 似乎股價的表現都一般 雖然今天有反彈 胡小姐又不需要 很不開心 其實沒有的 市場股票是很有趣的 有些股 可能真的和你不合 它又真是 你都留在你身上 可以拿回 贏錢 所以反而你沽了貨的話 我反而會建議你 暫時不忘記它 另外一隻就是308 他就想問什麼價位可以買 現在兩個九號二 今天升得都幾多 3% 反而這一隻就有些衝勁 因為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公司就 他這一系 即公司的沒有公司那一系 都好像是有一些 叫做 有些衝勁 好像有些重組 類似這些衝勁 而且之前的時間 也有些消息 就是說 他們與內地一間A股上市的公司 都好像有一些叫做 有消息 就好像又想說 合併還是怎樣 但是 我自己認為 就是現在這些估值 又不算很貴 所以如果這些 你沒有貨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大概兩個百留下的時間 你可以考慮一下 就買少許 因為以大概兩個半 就是之前這些位置 做一個支持位先 指示位 一不穿的話 先拿著它 上面暫時來計 一個反彈的目標 都是以前那位 三個三個目標格先 多謝Stanley你的分析 多謝胡小姐的查詢 節目時間差不多 和Stanley做回申報 剛才提及股份請問有沒有持有 有持有 有持有騰訊的 明白 有寫一會 再來有多一節的問答環節 待會再見